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这个瑶要传 要善让给他的时候 要传这个江山给他的时候 对他进行了一次考验 下着大雨啊 让他在这个雨中啊去开道 叫顺行不迷 就是这个人顺呢 走路啊不迷路 顺行 行路的行 不迷不迷失方向 就这几个字 所以我后来看到 这个顺行不迷 在整个的文学史上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 我们看到奥德修斯的伟大在什么地方 他足智多谋 他历尽千辛万苦 他要干嘛 他要回家 虽然他被海神波赛东折磨 他被独眼巨兽折磨 他路上历尽千辛万苦 见到了妖魔鬼怪 但是他始终心里面非常明确一点 我要回家 我要跟妻子团圆 一切都让威 他在人生的迷途当中 他找得到方向 这个我们不是讲到过这个故事吗 这个Lotus Eater 就是在他到来到一个岛上 大家都吃这个Lotus 杨贤益先生把它翻成楼驼果 吃楼驼果的人 这个楼驼两个字翻译得多好 就是实际上Lotus就是莲花 他吃一种果子叫Lotus 吃楼驼果的人 所以你看楼 我们看到这个楼就是一种植物 陀有一点宗教意义 佛陀的陀也是吃楼驼果的人 结果呢 这个岛上的人呢 吃这个Lotus 吃这个楼驼果 一吃就变得浑浑噩噩 英文有个词叫Zombie 你们知道 就是迷迷糊糊的浑浑噩噩的一个人 结果呢 传统的解释都认为 这是一种毒品 在非洲海岸 大概土著人用一种 毒品嘛 像大麻呀 鸦片啊 鹰素啊 这个一些土著人都喜欢用 吃了以后人就产生幻觉 我个人的理解 不止 不仅如此 我个人的理解是 这个Lotus 还包含了一种 精神的意思 精神的意味 就是人们在 比如说 我在国外见到的这些 很多留学生啊 很多出国好多年的人 就像一个Lotus 在吃了这个果实 你跟他讲 有这事吗 从前的事想不起来了 母语忘掉了 故乡忘掉了 家园忘掉了 哎呀 也无所谓 回不回去 很忙 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 经常一些出国的人 十年八年不回家 忙到这种程度吗 经济上负担不起吗 显然都不是 为什么 忘记了 忘记了回家 变得浑浑噩噩 吃了这个Lotus 所以他每一个岛上 他安排的奥德修斯的 一次旅途 一段旅途 他是有一个预言在里面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 让后人慢慢去体会 为什么这些人不回来 因为他们变得浑浑噩 他们吃了这种东西 就是所谓的忘川水 忘忧果 就像《红楼梦》里面讲的密情果 就像这个刘备当中 这个《三国》当中讲刘备 乐不思索 都是这个意思 就人类有一种共同的 我接着讲 这个任路回家的问题 奥德修斯怎么样 把他们绑起来 捆在甲板上打 打完了以后 怎么样 回家 回家 别废话 咱们家在远方 回家 所以我就觉得先知了不起 我自己在这个 我个人旅途当中 我真正的体会到 一个人要回家 要历经千辛万苦 回家的人 首先要离开家 为什么要离开家 因为你不离开家 你不认识到自己 什么才是自己心灵的家园 你如果一个人 总是在故乡待着 你就觉得故乡烦死了 你就赶紧走吧 你真正离开家的人 会想到要回家 你认识到家在哪里 什么是家 然后你历经千辛万苦 要回家 我自己这些年 我就体会到 从文化上 从地理上 从各个方面 生活当中 如何回家 回到自己 心灵深处的家园 我的勇气就是找到你 就是奥德修斯 要找的那个伊萨卡 如果你去往伊萨卡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大家还记得 我有一堂课 下课领响了 我给大家念的这首诗 最后你到家了 发现伊萨卡这个家 并不能让你富甲四方 他什么也没有给你 但是伊萨卡从来没有欺骗你 因为知道那时 你就会明白 伊萨卡到底意味着什么 家 直到那个时候 你走了一大圈了 你就会理解 伊萨卡对你来讲 意味着什么 家园对你来讲 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就讲 走向内心和回家的故事 在文学作品当中 最优秀的人类文学作品当中 有一部戏剧 很好的戏剧 这里我也跟大家推荐 叫做Beyond the Horizon 是美国1936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尤金奥尼尔的一部戏剧 叫天边外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有中意本 这里面也是讲着一个回家的故事 走向内心的故事 天边外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说从前在一个农庄上 美国的一个农庄 在农庄上有兄弟两个 一个叫罗伯特 一个叫Andrew 这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 这个哥哥好像天生就是种地 像一棵树一样长在土地上 在那里生根 凡事都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个庄家汉 是个实在人 而这个弟弟呢 成天喜欢做梦 跟着地还在那里念诗 我看见风 看见明亮的大海 在那里跟地 地当然就跟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农庄上 还有一位姑娘叫Rose 玫瑰啊 就露丝 翻成中文 露丝 这个Rose在英文当中是玫瑰 玫瑰在西方文化当中 象征着爱情 是吧 这个Rose 这两个兄弟都爱上这个Rose 结果有一天 故事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罗伯特正在跟地 他的哥哥说 你别做梦了 你这个还念什么诗 快跟地 我这个 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舅舅来了 他们的舅舅是个海员 准备呢 让罗伯特 就是这个弟弟 喜欢做梦的人 带他到天边外去 你不是喜欢做梦吗 你总是向往着大海 向往着远方吗 走 咱们出海去 咱们到海外去做生意 咱们去漂泊 当海员 当水手 叫他走 他说好 走 实现我的理想去 临走以前 他来跟这个Rose告别 平常不敢说的话 那天就敢说了 他说 路斯啊 我跟你坦白 我的心理 我这就要走了 我把心里话告诉你 我非常的爱你 但是你是我 哥哥的恋人 所以我要离开了 这个 这个路斯说 不是这么回事呀 我爱的是你呀 我不爱你哥哥呀 罗伯特一想 这就要什么回事啊 好 算了算了 我不去了 我不上路了 他就跟路斯结婚 结果他的哥哥一看 这叫怎么回事啊 我走了 他哥哥就走了 他哥哥就上了船 就去漂泊四方 也就是本来一个留守的人上了船 本来一个做梦的人留在家里 好 一年以后 这个戏剧演下去就是说 可想而知 成天这个做梦的人 不会经营 农场田园荒芜 他们好容易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这个孩子 年纪轻的 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 然后呢 又欠了债 他的哥哥 安主写信回来 写信回来 这个路斯就看到他这个安主的来信 弟弟就很嫉妒 这个就觉得自己生活极其不如意 海也没有出得了 远方也没有去 天边外的梦想更没有实现 留在家里种地 地也没有种好 孩子也夭折了 而唯一的爱人呢 还变了心 这个罗伯特天婚地 最后他的哥哥也回来 他的哥哥在海外做生意 最后赔了本回来了 就是生活也很失败 就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结局 这个路斯也是 本来他觉得 哎呀 这个诗人可爱 我爱上这个诗人 后来这个诗人不会种地 他就觉得 哎呀 我不爱你 这个等到安主回来的时候 他说安主 我爱的是你啊 安主说不要提这些事了 我一上船 那个海风一吹 这点小事都忘记了 路斯也很悲哀 最后是个悲惨的结局 悲惨到什么程度呢 罗伯特最后生病了 病危了 得了肺病了 老病 当时治不好吗 他就说 你们扶着我 来到窗前 我看 让我看到那个天边外 就在那里 我又听见了仙女的召唤 我就要去那里了 我就要启程出发了 那里 天边外 说到这儿 他就死了 然后安主和 罗斯 面对这个人生的残局 这是天边外的故事 我们注意到这个情节 这个故事的源起 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奥尼尔 尤金奥尼尔 他自己就是一个海员 他曾经漂泊在海上 长时间地漂泊在海上 和他一起 做水手的 有一个挪威的 一个水手 所以有一次 一个挪威的水手 站在甲板上 指着这个大海 发誓诅咒的 破口大骂 意思就是说 这个可恶的海 这个可诅咒的海 害得我 漂泊四方 有家难回 我要是不出海的话 我要是回家的话 跟我妻子怎么样 孩子怎么样 我能种地 我的生活该有多好 你看看这个波浪 恨死了 咬牙切齿地诅咒 这个大海 尤金奥尼尔是个智者 他转念一想 这个人 如果让他在家种地 他要能种得好才怪 如果要他种地 他肯定会天天梦想大海 理解吗 他就发现了 这个 与其说 是人与人性格的差别 倒不如说 是一个人内心的两种声音 我以前一直理解为 这个 我是罗伯特这样的人 我有些朋友就是 安德鲁这样的人 等我长大了才知道 原来罗伯特和安德鲁 是一个人 每一个人 内心都有两种愿望 当他回家的时候 他想离家出走 当他离家出走 还没走 恨不得在火车上 就想回家 所以人就有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 这叫什么 内心 走向内心 你走得再远 就是说 你只要不偏离内心 你只要从内心去寻找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文学在哪里 最重要的声音 最美好的家园在什么地方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也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黑赛 我跟大家提到过 是哪一年的 1904几年 豪尔曼黑赛 他有一本 很著名的书 也有这个中意本 叫《纳尔奇斯与戈尔德鲁》 这都是我生命当中的书 纳尔奇斯与戈尔德蒙 我写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我的手都抖 因为就想到我的青春年月 我印象特别深 我有一年 就是我刚刚拿到这个 这一幕场景 我跟大家讲文学当中的细节 我拿到这个 一个朋友推荐的 纳尔奇斯与戈尔德蒙的书的时候 我就看连夜的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不熄灯的一个教学楼 我在一个小屋子里 我还专门按了一个台灯 就在那里看 看到这个戈尔德蒙出走 流浪 这个遇见一个心上人的时候 突然我的书页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的书的这一页 被一个黑鸦鸦的一个翅膀 像一个乌鸦的翅膀 一下子盖住了 我当时一惊 一黑头 哦 原来是个姑娘 她披着长头发来看我 你在看什么书啊 她的头发落下了 当时吓了我一跳 我说真的有神了 一个黑翅膀落在我的书页上 我一抬头 那时候已经半夜三点了 我完全就忘记了 这个就我走火入魔了 我就觉得我要去流浪 这个讲的什么故事呢 纳尔奇斯与戈尔德蒙 也是讲的两个兄弟 很像这个天边外 就讲两个好朋友 在修道院里面 特别要好的两个朋友 但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 这个叫纳尔奇斯 纳尔奇斯 这个在西方的语言当中 这个黑塞是用德语写作的 是水仙花的意思 就是自恋的意思 就是这个纳尔奇斯 就是一个水仙之神 就是他爱上了水里的影子 就是说 这个纳尔奇斯他爱他自己 像哈姆雷特这样 很爱自我 他爱自我呢 他寻找真理追求理想的方式 寻找家园的方式是什么呢 冥想 沉思默想 静修 打坐 学习 他就苦读 这个经书 在修道院里面演习 性格特别的内敛 正好我的一个朋友 我上次跟大家提到过 踢了光头 住在这个宿舍里面 最后人都搬空了 他还一个人坐在那 写一首诗叫佛 就这个人叫西蒙 这个人 他就觉得自己是纳尔奇斯 他说 他有一句名言 当时我们名言很多 喝一顿酒就一句名言 他说我是什么人 他说我是 醒着做梦 坐着旅行 他自己是醒着做梦 坐着旅行 哎呀 我说你是纳尔奇斯 他说对了对了 就是纳尔奇斯 他就觉得自己要静修 他就一直是 就是打坐啊 我说我是格尔德蒙 格尔德蒙是他的好朋友 但这个人不安分 总是看书的时候 看那经过一个姑娘 那有一段旅途 他不安分 他就去流浪 去漂泊 去远行 去恋爱 去经历生死 去寻找他那个失去的母亲 他 他 生下来没见过他的母亲 但传说当中 他的母亲 是一个特别美的 特别神奇的这样一个女人 他一直想寻找他的母亲 最后他就学艺术 他在他认识的每一个女人身上 寻找他母亲的身影 最后他雕出了一尊圣母的 最美好的圣母的雕像 他是个艺术家 他经过流浪之后 最后回到了修道院 他是怎么回到修道院呢 他也是胆子太大了 胆大妄为巨 有一次勾引一个军官的太太 被抓起来 被抓起来判了死刑 判了死刑就关到监狱里面 纳尔齐斯这个时候 已经做了修道院的院长 来给他做忏悔 一看 哎呀 我的兄弟呀 咱们这么多年没见 他们两个人很感慨 彼此就谈论这些年 寻找真理的旅途 结果纳尔齐斯 就把他的兄弟给赦免了 因为修道院长 这讲的中世纪的故事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 我是戈尔德蒙 他是纳尔齐斯 我的好朋友 可是后来转场了 我履行了十年 十多年 他进修了十多年 突然现在 我剃了光头在家 天天读书 现实都不要打扰 我现在心静如水 我现在一看书 我看那个静书 就是那个魏晋南北朝的 那个静书 还有史记 我一看就是两年 这个静啊 我一看就是两年 真的 我就不知不觉就过去 我这个朋友 我说你在哪呢 我说他说我被困在意大利了 他都被困在意大利了 你先想看 前一阵子冰倒的火山灰 我说你变成了戈尔德蒙了 后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 其实纳尔齐斯 戈尔德蒙 Goldman 大概就是金色人参 就是这种金的 意思就是说 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生命啊 灵魂啊 静修啊 流浪啊 恋爱啊 沉思啊 我认为他是人的内心的不同的方面 一个丰富的内心 他既是这个又是内 既是纳尔齐斯又是戈尔德蒙 既是安德鲁又是罗伯特 大家理解吧 前提是什么 他不是一个平庸的人 他在寻找回家的路 他要懂得认路 这个人一辈子最大的本领是什么 是认路 我是个路痴 我走哪儿老是不记录 地理上不记录 我人生的道路特别明确 我就觉得 我从生下来 好像我就知道我要干嘛 特别有意思 我跟我初中的一个同学 同座位 初中想想看 那么点小孩 我煞有介事的有一天 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我就跟他讲 他叫王永安 永安 我跟你讲 我说如果哪一天 不管是将来过多少年 你听说王以培 不写作 放弃写作了 那是谎言 那是谣传 我那年差不多12岁 11岁 我就觉得我肯定要写下去 果然是今天 我今天这个年龄了 我还跟你们讲 你们不管是过多少年 听说王以培 不写作 那是谣言 我不会放弃写作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道路 当然写作是一种方式 就像俄尔普斯的受情一样 你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这是认路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认路的故事 你们要懂得认路的重要性 你回过头来一看文学 散落在各个时代的 各个民族的优秀的文学 很重要的文学 很重要的文学 都与认路直接有关 所以你们将来做 比如说你们要 人都要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你们要成家 是吧 你们要成家 我不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讲 情感的角度 人各取所需 我是从人类的 根本的角度来讲 什么人能走到一起 就是说 第一 他认得路 就是说 第二 他跟你是同路人 或者第一 他跟你是同路人 第二 他认得路 这就可以成为一家人了 如果不同路 或者说 这个人不认得路 他很聪明 很能干 他今天想开公司 明天想做学问 后天又想当艺术家 完了 就是说 一个人 他要有他的 明确他自己的道路 而且要志同道合 这个时候 两个人真正能走到一起 彼此不怀疑 真正能走到一起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认路的故事 这个是十九世纪 中后期 我们注意到 伟大的英国作家 有狄根斯 是吧 写了艰难实事 有这个简爱的作者 夏洛蒂·伯朗特 还有伯朗特三姐妹 她的妹妹 艾米丽·伯朗特 写了《呼啸三庄》 还有一个 安妮·伯朗特 写了艾根尼斯·格雷 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个 不是特别有名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女作家 跟伯朗特三姐妹 同时代的 一个叫盖斯凯尔夫人 伊丽莎·贝斯凯尔 她写过一个短篇小说 叫《Halfbrother》 这个短篇小说 我当时英文也不算好 我就把它译成了汉语 在当时还蛮有名的一个杂志 叫《名作欣赏》上 翻译登出来的 盖斯凯尔夫人 你们去找找她的书 但是这个《Halfbrother》 因为这个作品没有译成中文 好像不是那么有名 可是我偶尔看到了这个英文小说 我特别喜欢 我说我要译它 我就把它译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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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宜